中国富豪们正在扎堆跑往新加坡当首富 而且还排着很长的队 这背后是有什么引擎吗 事实上赚着国内的钱 却当着新加坡的首富的人还真不少 就在2019年 海底捞创始人张勇就以138亿美元的身价 成为了新加坡首富 2021年首富就换成了海东集团的创始人李小冬 这不今年又是麦瑞医疗的董事长李其言 这外国首富换来换去 真的没想到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国家 这难道都是巧合吗 其实还不止这些 就在前不久 支付宝女王阿里集团007号员工彭磊被曝 携巨额资产移民新加坡 并且入手了3亿元的豪宅 是不是瞄准了新加坡首富的位置了 你要是巴巴最近的新加坡首富的排名榜 你就可以发现有一半都是来自于中国 而这财富是来自于中国 但是在自己赚的盆板波满的时候 却选择了换国籍 把钱带到了其他国家 暴死有些说不过去吧 奇怪了 这新加坡究竟是有多大的魅力 让中国富豪一个个宁愿背井离乡 也要争相跑过去呢 这说到底还是为了钱 作为全球合法避税天堂 新加坡如果是第二 那就没有人敢成第一了 新加坡还是全球领先的私人银行 和财富管理中心之一 其次还有语言教育医疗等优势 最后作为给这些富豪贡献过的普通人 我还有个朴素的想法 那就是人可以过去 但是钱请留在国内 真的是贫贱不能一样 富贵换国籍 如果是你 你会移民吗 我是菲菲 关注我 A股你莫愁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 零现金 MING PAO CANADA